在甘肃省定西市的某飞衣工坊内 潮流的跨包 时尚的发卡 卡通的布偶 可爱的抱枕 以及国潮范儿的围巾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让消费者青睐的 不仅是颇具创意的古风 国潮设计风格 另一大原因就是 所有产品 具有中药材古法染色手工制成 该工坊负责人齐辉 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姑娘 她借助本土药材优势 以非一家文创的方式 将百草药材染色于手工自秀 木蚁 简直等融合在一起 设计研发出一系列 既传统又时尚的 国潮风草药文创产品 2月底 齐辉在其非一工坊内 向记者介绍 甘肃定西作为全国中药材之都 盛产三百多种药材 可用于纤维染色的 达几十种之多 因此产生了将中药材的艺术性 发掘出来的想法 比如说它就 半两根用到的 它才是根 然后叶子它会就是丢弃 或者是给牲口去吃 它挺浪费的 其实它是可以染色的 就是中医的文化的 就是工艺品 艺术品文化这一块 它是几乎是空白的 所以说我想的是 让它就是不仅仅是 作为中药材 和这种保健食品那一作 它更还可以 把它的这种文化的这种 就是艺术的这方面 去体现出来 熟悉中草药文化的当地居民 马宇杰向记者坦言 基于中药材文化 植根于当地民众内心深处 所以 他更喜欢传统的药材 扎染服饰 文化有国朝分的这些 比如说饰品啊 包包啊 还有最近特别流行的 就是故宫的一些口红啊 文创的 还有敦煌分啊 我觉得都特别 符合当下我们的一些 年轻人的这些审美 放入了这些 环保的中药材 对人身体特别的好 不像就是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是 国外的一些时装的这些呀 都用的是化学的染料 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副主任孙汝 也是非一文创产品的忠实粉丝 他表示 目前当地 已有21家非一工坊 不少中药材文创产品 已走向海外 大众开始对传统文化的 方方面面越来越感兴趣 像这个我们这个 传统工艺的 各类这个文创产品 都得到了这个大众的喜爱 这种传承人 他们一直致力于 这个传统工艺的振行 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 非一文创产品呢 已经在审美外 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 有部分这个优秀的 这个非一文创产品 已经走向了海外 这个物质生活 大家都不缺 你想要满足精致的 独特的 有这个文化韵味 有故事可讲的 非一文创产 是当仁不让的 最好的礼品 最后 急回坦言 目前基于手工制作 和原料问题 产品种类虽然很多 但是库存很少 无法量产 不少网络直播 大的订单 都没有能力去接 这是产品 未来拓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未来拓展的最大制约因素